一听到电影旁白 再看到浪漫唯美的画面 全球影迷苦苦等待13年 总算等到电影阿凡达的续集 阿凡达特效逼真 颠覆以往的观影体验 让他稳坐全球影史票房冠军宝座 长达将近10年 尽管在几年前勇雄剧片 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 上映短短11天 这以前求27亿美元取代阿凡达 但阿凡达随后又重回 中国大陆各地的戏院 让他的票房再度登上第一名的宝座 阿凡达续集《水之道》 日前在美国释出电影前岛预告 短短一分多钟的预告 出现了许多水底生物 视觉效果更加震撼 卡斯也更加的强大 除了首级阵容回归 还有影后凯特·温斯雷 以及杨子琼等人加入阵容 目前电影预计在年底将会上映 电影时间设定在超过10年后 主角一家人在潘朵拉星上 和他们的孩子组成苏里一家 原本生活平静 但却又有威胁降临 因此所有人为了生存 又再度的奋战 续集《阿凡达345》 也预计分别在2024年 2026年以及2028年上映 但如果粉丝们等不及 可以先复习即将在9月 重新上映的首级阿凡达 重温潘朵拉星球的奇幻世界 东新闻综合报道